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王子准备结婚时 却意外穿越到现代,还爱上人类男子的故事 小白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 在命运的安排下遇见了一生的挚爱王子 两人一见钟情,并决定第二天就结婚 但王子的后母是个恶毒的人 她通过水晶球看到了这一切 她怕王子结婚后会抢走她现在的一切 于是化身成一个老婆婆 又骗小白来到许愿池前,跟她推了下去 但坠如手持的小白并没有被淹死,而是穿越了 她来到现实世界中的纽约 而我们的男主小黑和女儿正好看见了在雨中的小白 女儿觉得她很可怜,就让小黑收留了小白 此时,童话世界中,王子他见小白掉进了许愿池 为了爱情,她带着自己的松鼠也跳了下去 想要救回公主 可邪恶的王后怕王子把公主救回来 就派遣自己的手下铁柱也跟着跳了下去 并给了她三个毒苹果,让她毒死公主 来到新世界的小白对一切充满了好奇 她看小黑的家里太乱了 于是便利用可以操控小动物的能力 开始帮小黑打扫房间 当小黑和女儿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 与此同时,小黑的女友小花也来到了小黑的家里 她看着衣着暴露的小白自然产生了误会 生气的头也不回走掉了 小黑看着眼前用窗帘剪下来做成衣服的小白 很是无奈 另一边,来到新世界的王子 因为王后手下铁柱的干扰 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和小白越走越远 铁柱找到这和小黑散布的小白 给了她一个用糖帮满的毒苹果 小白还没有来得及入口 就高兴的唱起了歌 还一个不小心把苹果扔飞了出去 看着飞向天空的毒苹果 铁柱只好另想办法 于是她化妆成服务员将一杯毒苹果汁递给了小白 就当小白即将喝下毒苹果汁的瞬间 知道这下的松鼠突然跑了过来打翻了杯子 铁柱瞬间崩溃了 小白因为自己美丽的歌声上了电视 晚上王子通过电视知道了小白的位置 他终于成功的和小白见了面 但小白此时已经对这个大千世界和小黑产生了感情 并不想这么快就回到童话世界里 二人晚上就参加一个舞会 但没想到小黑也带着小花来到了舞会 四人在舞会上相遇 小白和小黑跳起了舞蹈 王子和小花也在机缘巧合之下碰在了一起 在舞蹈中小白和小黑 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爱上了对方 而王子和小花也在交谈中发现 对方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但就在所有的事情都向好的地方发展时 邪恶的王后突然出现 她变成舞会中的一个演员 终于又骗小白吃下了有毒的苹果 小白中毒晕倒了 就在邪恶的王后想要将小白带回童话世界的时候 铁柱突然良心发现 展了出来 她向王子说明了王后的阴谋 王子得知真相后向王后质问 但实力强大的王后却不亦为然 王子给了小白一个吻 想要救醒她 但却并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的小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上前吻了公主 公主就这样奇迹般的睁开了眼睛 此时的王子也终于明白了谁才是小白最爱的人 看到小白醒过来后的王后十分愤怒 她变身一条会喷火的巨龙 便抓走了小黑爬上了楼顶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松鼠再次出现 她沉默的将王后变身的巨龙给踹下了楼顶 不是我说你还是龙吗 竟然被一只松鼠给踹了下去 王后就这样被干掉了 一切归于平静 小白决定留在现实世界和小黑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王子也带着她的真爱小花回到了童话世界 小莉觉得这部电影是迪士尼所有电影中拍的最好的一部 有丰富细腻的故事 有穿越时空的刺激 还有美好的大团圆结局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 不分先来后到 只看感觉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莉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来了 好